南韓总人口数连续两年下降 时隔三年再次回升 以2023年11月1号为基准 南韓总人口比去年增加了8万名 达到5177万人 同济当中所谓的外国人 是指在南韩滞留三个月以上 会以滞留为目的入境的情况 官方解释这是因为为了找工作 来到南韩的人很多 按国籍来看 中国大陆、越南、泰国出身的外国人 占南韩整体外国人的61.6% 统计指出 去年来南韩找工作的外国人 创下历史跌而高 南韩社会的人口组成改变 来南韩的外国人因为工作顶居下来 也形成了小聚落 这位来自柬埔寨的戴特已经来南韩十年了 两年前开始住在中心北道英城郡 像戴特一样生活在英城郡的外国居民 有一万六千两百多名 占当地整体居民比例 百分之十六 是全南韩最高 移民来自越南、尼泊尔 马来西亚等至少十六个国家 英城郡当地中小制造业工厂秘籍 因此聚集外国移工 而这些移工选在英城郡定居的主因 正是当地的移民社区 英城郡在2007年成立了一个民间团体 索菲亚中心 建立起三千人规模的外国人社区 外国移民相互帮忙 透过打扫街道、成立巡逻队等活动 和当地居民拉近距离 韩国人心态较为排外 为了降低对外来移民的歧视增加接纳 不少地方政府都成立辅导中心 像是经济道教育厅 成立韩语共享语言学校 提高移民的韩语能力 这里的学生大多来自多文化家庭的国高中生 额外语言课程以六十天或九十天为基准 认定为学校上课时间 韩语能力进步之后 回到原来的学校更能融入课程 也帮助他们在南韩的生活更顺利 这样的韩语共享学校 也将扩大在南韩各地开办 TVBS新闻综合报道